我心裡在科技絲絲路咋的哪兒學 不過現在都已經有多年沒力 到人家中到人家走到人 到人家走到人家 那是否那麼有意思 高雄醫學大學 我在研究原鄉醫護APP 到日本的意思 到人家著媽媽在哪兒子 媽媽在哪兒子與兒子有本土 到了刚刚的爸爸在一耳朵就那么多了 在马上的故马哥河河河 到这种耳朵还要是一个人以生在那儿电脑 这个是进入他运动的情 人家在本耳朵也说 要做一些荒野在那儿无力 妈妈他们的哥哥有烟度 我和他们的电脑 在马上的故马哥河河河 大部分人做都不足足而已 做出路可以拿拿刷機改一時 不然可以幫忙刷APP去算 所以高雄醫學大學 我們今天叫原鄉醫護APP去算 他必須到我們衛生所 必須要讓他的手機去做一個認證 然後他才能去下載這個APP 那結果認證之後 這個手機就是專屬於他的 那在跟我們這些機器做一個藍牙連結之後 他有一個機器是手環 那手環他是可以去測血壓 心率跟含氧量 利用資訊的系統 讓我們所有原子民的機民 除了可以看到醫療相關的照護以外 更重要把他個人一些像運動的資料 血壓的資料等等把他植入在一起 原來聽也在兩個明天 在高雄醫學大學進行的電視訊 高雄醫學大學進行的原鄉醫護APP去算 阿伯仔娘還不是更加的媽媽人 在那裡的電視訊 我們到處於衛生所 以前要跟他家人家做阿伯仔娘做什麼事 沒有人家在那裡的電視訊 到處於阿伯仔娘就不如 處於沒有電視訊 是不錯啦 他們把關給我們負責的很好 我們量血壓都完全都是用科技 這些用電腦來去 我們也很訝異 這是我們在文建站 老人家最大的一個恩典 因為我們跟我們的衛生所離比較遠 如果有這個儀器在我們的部落裡面 那可能會對我們有更大的幫助 看有什麼樣的異常 他們會親自來介入到 我們親自找這一位老人 阿伯仔娘在那裡的科技 阿伯仔娘在那裡的 阿伯仔娘在那裡的 遠距關懷系統 一時 其他人說法 在那裡的整理 只要得到和往往照顫 阿伯仔娘在那裡 巴尼 我們都讀了 咖哩 一直演下去 我們就不來 快再說 剛才 阿伯仔娘